我这个能做两到半斤吧 也就这样 哈哈哈哈 你不去做一次 我就是做麻烦别生 车车的减肥日记 不减肥 我说这减肥日记 给我们周延吃个饭吧 下面一直有人问我 你俩是个关系不好啊 怎么可能 你们会说啥呢 他不出来混你知道吧 你要我跟谁是不用约的 黄旭 批子 他都不用约 张艺人表现还要黄旭接待啊 你在新郎待了几天 待了四天 我看把河地也弄起了是吧 河地对 很好的兄弟了 他自己跟我说他挺开心的 非常开心 我觉得弟弟最好的就是不拿劲 我说死了 全体他都说什么不拿劲 嗯 你少点啊 我这个能四两到半斤吧 也就这样 也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不让你 你少喝点 少喝点 因为盖哥上脸 我不讲究这个事 小哥上脸就不让发呀 哈哈哈哈 怎么又说我兄弟啊 其实今天录节目也没得到说好好聊聊天啊 对 我今天录节目给我整的就是有两头好吗 挺分裂的 怎么讲 因为两个节目的调性不一样 那盖哥就觉得对你来说更轻松一点了 对 当然 在那边呢 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学习唱歌的 今天有几首歌都挺好的 带 佩妮 佩妮也有一首 我用心不住流水爱 别不爱可悲情 这我跟极客一首也说 说到问风吧 对啊 我不期待问你问你 是否留下我的足迹 就在这儿去啊 对对对 不要我串了啊 我就好 请就找他啊 怎么 哈哈哈哈 我的第一点 怎么我听说悠悠现在已经汇出了 能够识识了 他在家里是没那么处 我没跟你学过是吧 他在家里对我十分冷淡 但是你去到我的地方 他非常的认得清楚 你们盒子不高咱们 你们盒子不高 是假的 哈哈哈哈 来看这书啊 啊知道 那天我妈到家 哎呀我这孙子 怎么那么大一家 还早啊 我说有苗不收渣嘛 我妈说啥不收渣 他都一岁半了 你半岁就跟他这么大 哈哈哈哈 你第一点 你觉得现在说唱圈出新人难吗 太难了 为什么 我们把说唱和商业演出 分开来看 面对五百人是个坎 面对一千五百人是个坎 面对一万人一万人上去另外一个 就是体育场最后一个坎 所以老薛牛 老薛太牛逼了 五万人打赏 自己硬控 我妈就听过说 你给我那么几张 我说行你要几张 妈妈要八张 哈哈哈哈 我说薛眼过来那边 没问题 几张 我说八张 那边那个开票我给你击贝 谢谢老薛啊 所以你的核心的问题在现场 现在在现场 没办法控制这个事 你的气场 但是他们也会成长对吧 当然有很多非常我喜欢的Rapper 说一个新人你喜欢的 Yan Bella 我也喜欢他 老薛我记专辑 我第一次见到真人 我说兄弟我特别的喜欢你 你给我的专辑我都要放在家里 放在车上 给我讲个地方 哥 有品味 哈哈哈哈 有通教 哎 这个歌这个太帅了 这个成为一个梗之后 你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哈哈 我没想到 但那歌写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帅了 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的爷爷 用级医生 没有改变的东西 在我这我改变了 这是我要发生的东西 你第一次 啊你烦了吗 好我想一个 不是有我就不回答 哈哈哈哈 a few minutes later 告诉我别为难自己 哈哈哈哈 你喜欢巅峰对决 还是喜欢说上学校 有钱挺多的 认真的 虽然都不是我做啊 先不关心片子 呃这个 其实对我来说 一个是 打开认知 一个是在原有的认知里 加强 加强 做选秀的导演 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分排 我们都知道那哪好的选手来 但你这就翻牌 那个太贵了 还要他遇到的牌 第一年嘻哈做完 其实整个团队 都特别有压力 因为不知道要去哪找 他听到了 孤雲中 放开 不是我见这个人 不是我 你送了他那几个大是吧 2018年 我说你来与不来 这是我对你的尊重 我对你牛逼 真的 你那继续 没得说的 包括今年的表现 我唱福了 真唱福了 哎呀好 我只拿一个做例子 就是说 这是做选秀开心的歌 我这个减肥日记系列呢 下面就一直有人说 为什么周延不去 祝他俩去 关于不好 应该关于真的还行 啊我也太不好了 太不好 行了行了 不拍了啊 就这样 下期再见吧 Peace out